嗨 我是阿丽丝 看到这个熟悉的场景就知道说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穿搭啦 那今天要分享的牌子呢 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网路品牌叫做Mirror Q 那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说 我真的非常爱买网牌 因为在不同的季节 就会有不同流行的衣服款式 跟适合的衣服 所以今天呢 要分享的就是他们的初秋的衣服款式 今天分享的衣服件数没有到非常的多 不过蛮多是具有今年流行指标性的单品 如果对今天分享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啰 首先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这一件 我觉得冬天秋天必备的大雪梯 那我相信说大家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有些大雪梯上面的质量不是非常喜欢 然后如果有一些字 你想要搭一些比较极简的单品的话 会有一点突兀 这一次出的大雪梯啊都是这样子 全素面的 那我挑选的这一件呢是比较藕粉色的颜色 我觉得在秋天啊这个颜色是蛮漂亮很称肤色的 再来呢它其实是有一点厚度的 它的厚度是内刷毛 所以觉得这一件呢它一路穿到冬天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来这个衣服呢它们是做free size 然后可是长度却有到我的屁股 整个拉下来的话长度是有到屁股的 所以呢是也可以完全遮盖臀型没有问题 那在下摆的地方呢它是做一个弹性的 我觉得这种蛮好的是因为它可以这样束在这边 它就不会让你的那个衣服啊一直这样跑来跑去不好看 然后呢顺便也给你的身材做一个修饰 因为它这样子顺下来 就不会看起来屁股这边好像很大 再来它的那个袖子呢它蛮特色的是做一个这种 蓬蓬袖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要穿的话会建议搭配就是外套是比较松 袖子比较松 然后整件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外套 不然的话这边袖子可能会卡卡的 然后呢这边呢一样有做一个束口弹性的 所以你要拉起来也是非常的好看 那这一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百搭 你随便带个牛仔裤短裤裙子都可以 它没有限制说只能搭配什么样子的衣服 那我觉得这种大雪梯当然就是比较休闲感 就比较不会建议说大家穿去那种比较正式的场合要上班等等的 不过呢如果你是舒服不管是在家保暖穿 或者是想要休闲外出穿搭的话 就可以一件这件就可以了 那这个大雪梯呢其实还有一种搭法 就是如果你在冬天想要在正宝晚一点的话 里面可以穿一件发热衣 然后再穿一件衬衫 把领子露出来下面露出来就可以有一个多层次的穿搭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大雪梯来说变化其实蛮多的 那它的厚度我觉得以现在的季节来说单穿还是会有点热 像我现在室内其实我一直在流汗 所以我才把它放在第一件介绍 那这件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颜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看 整体来说我是觉得这件大雪梯蛮不错 穿起来是很舒服的 那一双毛的部分呢也蛮轻敷的不会刺 那就分享给大家第一件这个深粉色的大雪梯 再来第二件呢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身上这一件全素面的开叉白色棉梯 那它的材质是一个非常舒服厚薄度适中的一件棉梯 然后做的是长袖 袖子也不会过短 然后再来是它特色呢就是这样子做一个开叉 然后呢它前面呢是做这样子圆的 然后背后呢屁股这边呢是做一个比较平的设计 所以呢它是它的小巧思 那这样的开叉好处就是其实你的前面也可以把它扎在裤子里面 这样子的话整个体会比较有造型感 不然这种白T啊其实有时候看起来 如果我你单这样看只看它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它很像水衣 但是这种素眠T有好处就是你可以搭配一些背心 或者是毛衣当作里面的内搭 然后它的底部一样可以露出来 因为它是做一个长板的长度你看 就可以到我的屁股下方哦 就是那个屁股蛋的位置 然后前端有遮到我的大腿 三分之一的地方 整体来说这件算是也可以蛮多样性的搭配 只是缺点就是如果你这样单穿啦 出去人家会觉得说欸奇怪 你今天是穿睡衣出门吗 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再来它做的是一个圆领的设计 整个这边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还可以露一点点锁骨 那我现在扎给大家看我平常喜欢的穿搭方式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单穿它啊 因为现在季节其实单穿它一点凉的话是蛮舒服的 这样子扎起来让它有个造型感 然后再搭一个饰品项链等等的 就不会把这件衣服看起来睡衣感这么重 不然的话呢这件其实穿起来是超级舒服的 如果你很怕说白色有这种感觉的话 你就可以挑选其他的颜色 我觉得其他的颜色就不会像白色一样这么像卫生衣了 但这件呢我觉得这种基本的素T就是基本款 就算你真的把它当睡衣穿也可以的单品 那就分享给大家第二件这个全素面的白色棉T 再来下一件上衣呢是不是一个很性感的 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比较透肤的上衣 那这一件呢我觉得它做得很舒服 非常的轻敷 你直接单穿呢也不会刺身体 那里面呢就建议搭一个黑色的内衣 或者是黑色的bra top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之前有分享过bra top的影片 我会把影片连接放在这里 有兴趣可以点过去看看 那个时候我还很怕 好 那这一件呢我觉得它的整体弹性度是蛮够的 就是你看 它还有蛮大的空间 只不过脖子这边啊我觉得稍微紧了一些些 那它的长度如果你没有把它扎进去的话 它是大概到屁股上面三分之一的位置 但是这一件衣服我不会建议说你这样子穿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穿超级没有造型感的 我会建议扎进去裤子里面 然后呢整个感觉是不是很性感 这一件超适合接下来的季节 因为现在就是有一点凉 但又不会太冷 然后你再加件外套呢就会整个刚好 因为它还算是长袖的嘛 所以呢基本上手这边呢也是有做一个挡封 只是你的视觉感呢会稍微看起来好像冷了一点 凉了一点透了一点性感了一点这样子 今年真的非常喜欢这种比较透肤感的上衣 那它的质料真的非常舒服 我进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透肤的这个网状 它是做这样子条纹式的 我现在扎起来给大家看 扎起来是不是超级好看 再搭一个黑色的牛仔裤 有没有个性到爆炸 然后再搭一个靴子 我真的觉得我这一套真的搭得非常好看 所以呢下一件就是我要来分享这一件裤子 但是这件裤子也是我近期我觉得算是很满意的型 因为呢我最近有在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话 就会知道说我一直在找这样子的老爷裤 就是裤管的地方它是比较窄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型很适合接下来秋冬 不管是你要搭毛衣还是比较长版的 因为下方露出来的地方会比较细 你整个人就会看起来比较瘦比较长 我觉得这样子的裤型啊很适合接下来的秋冬季节穿 那这一件呢是L号 当然我就是穿L号尺寸 可是你不觉得它看起来超级瘦吗 这件是我穿出去然后我妈就说 这件裤子是新的吗 你今天看起来好瘦喔 是不是有了 妈妈都讲话的代表是真的有瘦 因为你知道妈妈在批评自己女的的时候 其实是毫不留情的 好啦那这一件呢我觉得它在于 臀型的修饰整个腿部的线条 看起来是直的 它整体来说算是蛮贴的喔 你看它整个是算是合身的 可是呢我的臀围基本上是95分100公分 都还是可以有一个舒服的宽度 只不过呢它是偏合一点点的版型 所以你在弯下去的时候会稍微卡了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我这里其实就卡住了 然后你如果你要这样穿袜子 或穿鞋子的话会稍微的痛苦一点点 基本上你平常坐着或者是你外出走动的话 这件裤子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做一个比较高腰的位置 所以呢就是搭这种衣服就可以显得腿长 然后屁股翘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件裤子在整体的身材修饰 就是做得很好 那你看如果我穿这样子比较个性 你是要搭这种靴子也很好看 或是这种鞋子也都会很好看 你觉得就是完全是走不同风格的个性感 那如果你要搭一般的小白鞋帆布鞋 或者是高筒鞋都没问题 这件裤子就超百搭的 下半身的感觉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它底部呢你要把它折起来 也可以 它也可以折个两折让你的脚踝露出来 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整个放下来的修长感 那这件长度呢也刚好是落在我的脚跟的位置 所以它没有到落地裤 这件裤子我真的觉得穿起来超级好看的 那这件呢是我这一次唯一一件的下身单品 就让我觉得非常满意 最近买到的下身单品我都觉得好棒喔 我很开心 那就分享给大家啦 接下来秋天怎么能少得了风衣外套呢 这件呢就是他们的比较复古感的风衣外套 那这件的话是free size 所以如果身材是在更风雨一点的女生的话 我会比较不推荐这件 因为它老实说它的肩宽 其实在我现在来说已经非常刚好了 上身如果平常是穿M号的人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平常上身穿L号我觉得这件会比较没有那么适合你 那呢它做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袖子 你们看它袖子是做一个蓬蓬的 所以如果你里面搭配的衣服的袖子是比较蓬也没有关系 它就是可以完美的遮盖住也不会显着手臂这边很紧 是它的特色 再来的话呢它是有附这种腰带的 像我之前穿的话就是会习惯绑在后面做一个腰身 因为如果我没有要扣起来的话 这样穿是不是显得很很有个性 但是呢如果你是觉得说你想要让它看起来整个身形是有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它扣起来 然后它的腰带呢是做一个这样子 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 你就会看起来有一个腰身 哦 这种风格又好英伦的感觉哦 再来它也有做口袋 我觉得很贴心 但是它的材质呢并不是做那种很滑面的材质 它是做一点比较有点偏尼龙棉料的 它的质感看起来比较不会这么轻轻的飘飘的感觉 它会稍微比较重一点 而且你看上身这样子的造型 是不是超级好看 再来这件的长度呢 它落在我的小腿肚的中间这边 我的身高是166公分 所以穿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看的长度 如果你的身高是不到160的女生 你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 因为像我妹妹她身高不到160 她穿起来就有点就是小朋友穿大人衣服 微微这种感觉 那如果你不介意你喜欢就是很长的衣服的话 当然是没问题 但我这件会比较建议 160公分以上的女生呢 再来挑选会比较好看 我觉得整体的那个视觉感我会比较喜欢啦 是不是整个人看起来 风格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今天在里面再搭配这一套超级好看的 只不过因为它是free size 所以我觉得它在袖口这边啊 的那个袖长有点可惜 虽然它这个造型真的做得很可爱 开叉跟蓬蓬秀 但它的袖长呢是在我的就是手腕这边的位置 我觉得它的长度稍微可惜了一些些 那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在秋天春天必备的这种 红衣外套 那今天呢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 台湾品牌mirrorq的初秋新品 那单品没有到非常多 不过像是这一种 这一种 或这些单品其实都是 这个季节非常能买 然后入手可以多运用变化的单品 那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喜欢这样的今天比较少少的台牌分享的内容的话 记得帮这影片按个赞 有任何问题的话印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咯 那如果喜欢我的穿搭的话 记得要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因为那边呢会比较即时po出一些 我有什么新衣服啊 毕竟影片制作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想要看到我更多的生活穿搭啊 或者是美妆一些分享的话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好了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